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我是德国知识,我在德国科隆 今天是2018年11月21号下午3点半左右 今天我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在德国到底要花多少钱 很多人这样问我这个问题,其实这非常难回答 因为这个费用要根据你的身份,比如说你是学生啊 还是你是有工作的单身狗,或者是你已经组成家庭有孩子的人 你住在哪里,是住在科隆,慕尼黑这样特别贵的城市 还是东德某个农村,那么这样的不同会导致你每个月的开支当然也不同 德国最大的开支其实就住房 今天我想以三个例子来说一说德国的开支情况 第一就是学生身份 那住房每个月大概是按照地方的不同 从200到500欧元这样 现在慕尼黑大概500欧元 因为它是全德国住房最贵的地方 然后饮食,德国的饮食其实在欧洲物价不算高 算欧洲的中等水平吧 每个月如果你自己开火不算上餐馆的话 每个月自己开火大概是100到200欧元左右就可以搞定了 如果上餐馆一份菜大概是现在是10到20欧元左右 然后一杯饮料大概是3欧元左右 医疗保险 在德国是每一个在这里的公民 你短期旅游的话也得买医疗保险 也就是说每个在这里的人都得是强制的医疗保险 那么学生每个月现在估计是80到90欧元左右 还要看那个年龄我就不细说了 然后呢学费 德国绝大部分都是公立大学 它对本国人和外国人都是免费的 所以这部分没有支出 但是每个学期有少量能注册费 然后呢每个州还有根据每个州不同 它有学期票 这学期票大概我猜就是150欧元左右注册 可能也就是每个学期50欧元左右 我们就算一个学期200吧 然后一年就400 平均到除以10大家就可以知道了 嗯其他的那个开支啊 还有学习材料费 作为学生每个月我算你50欧元左右吧 然后还有其他比如说电视费上网费 通讯费每个月我估计80欧元左右 这样算下来每月每月最低最低的消费 大概根据地域不同啊 最低是650欧元到950欧元 嗯当然吃饭的话我算的是100到200 你省一点的100也可以活下来 然后呢200也可以就看个人的消费啊 然后呢第二个例子就是成年人 但是单身狗有工作的单身狗 住房一套一时的公寓 就是那个卧室和客厅在一起的 然后加一个很小的厨房 一个洗手间 里面的居住面积 我以比如说25平方米来算吧 每个月大概是要到从400到800欧元不等 就是最低的啊 比如说在小城市可能400可以搞定 但是在那个德国慕尼黑箱大城市 我估计要七八百 这包括水电费暖气费 还有垃圾处理等等 就全包的还有电费 水电我刚说了 然后就是饮食刚才已经 你一个单身狗的话 跟刚才学生一样 每个月100到200 然后医疗保险 因为医疗保险是从你的税前的收入 已经自动扣掉 所以这部分没有再增加开支了 所以就可以忽略了啊 就不计入进去了 下面还有交通费 养车 买车 养车 还有修车 保险 很多人其实没有把买车的这部分费用算进去 其实买车是一个很大的支出 一般来说德国中等的车大概是2万欧元左右 2万欧元一辆新车 大概可以开10年这样吧 开10年之后大概就没有什么很大价值了 所以我把这个车它的价值按照10年算 每一年是2000欧元 那么平均的每个月大概是167欧元左右 然后呢有汽油费 汽车保险 还有修车费 大概每个月我算你350 全部加起来350欧元左右 如果自己不买车的话 在市区你的工作单位在市区的话 现在的月票大概是90欧元左右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养车 你可以大概比养车的话 每个月可以省下420欧元 这是一笔非常非常大的开支 或是一笔非常非常大的财富 还有呢你还有其他费用 比如说服装啊电视啊 还有电话上网啊 这部费用每一个月我算你最少要100欧元吧 然后其他开支有娱乐 应酬有时候上管子什么之类 每个月算他150 度假其实度假这方面 其实德国人快在度假时间非常非常 不是时间 其实德国人快在度假方面的开支 还是很很多的 一般来说一年去一到两次 每一次我算你750欧元的话 那一年就要1500 如果是你是中国人 你回趟国 你750欧元一次根本搞不定啊 所以我就很保守的算一年1500度假 OK那么这样算下来 不用养车的人啊 四舍五入 那么一个月的最低最低最低 作为诞生的要1000到1500欧元 1000到1500按照地域不同 偏僻的地方要1000 然后呢像慕尼黑这种贵很贵的城市 那么每月最低消费要1500欧元 那么如果要养车的话 我刚才说了 要每个月多400 也就呢要1400到1900 然后呢大学生你刚毕业的新鲜人入场 每个月我觉得平均啊 税前工资3000欧元左右吧 当然大的城市或大的公司会更高 我就算平均保守一说 一点来说是3000欧元的税前 那么拿到手我在网上那个查了一下 拿到手是1900欧元左右 应该是1950欧元吧 呃那么说如果你在慕尼黑这样城市生活 这薪水只能让你活下来 一分钱存不了 然后我们到第三个例子 一家三口已经组成家庭 一家三口在德国是这样 因为父母或是老人一般来说 不会帮你带小孩 所以你有一个小孩的话 你们两个人当中肯定有一个人 要在家带小孩 孩子孩子小的时候 我估计因为要要吃奶啊 所以我估计是母亲 然后稍微大一点隔奶之后 你要看谁的收入高 如果是女的收入高 女的可能出去工作 男的在家当奶爸 我觉得我觉得这很正常啊 OK那么我以一家三口作为例子 住房一套 因为一家三口肯定要至少要三居室 就是说有两个住 有两个卧室 一个客厅 一个厨房 再加一个洗手间 大概里面居住面积80平米左右 嗯一个月按照你住的地方的不同 在慕尼黑至少要一起 一千八一千九到甚至两千 然后在农村地区也许八百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说 我就从算八百到两千这样 这个幅度来算啊 然后吃饭 如果自己做饭 一家人每个月大概四百到六百欧元 呃医疗保险的话 只比我上面讲到了不算 因为他从你的毛收入里面 税前收入把它扣掉 然后全家一起参保的 那么讲到养车 这种交通费了 呃交通费如果是你住在农村 或者偏僻的地方 然后你的上上班的单位 要离你的家又比较远 那么你这情况下 肯定要两辆车 可能工作那个人开的车 稍微稍微好一点 然后呢 你在家那个人开的车 稍微差一点 无所谓 OK 那么每个月 嗯 买车的费用平均到 大概是三百欧元左右吧 啊 然后呢 养车 汽油费 修车保险 我平均到一个月 可能也要六百欧元左右 然后呢 养孩子有费用 孩子小的话 因为长得快 所以买的服装 鞋子 这种要买的比较平凡 嗯 然后入托 大概每个月要 二百五十欧元 包括午饭 大概二百五十欧元左右 那么每个月 在花在孩子身上 大概是四百欧元左右 此外呢 作为成人 你肯定还要买买买些衣服对吧 然后呢 还有有网络费 电话费 电视 电视是每个月是必须交的 那么这样每个月 你们一家 这样费用大概是二百欧元 其他的开支 你们全家应酬 体育活动啊 上电影院啊 什么儿童 你们呃 牵涉到小孩的一些活动 大概每个月一家人 我觉得二百五十欧元左右吧 然后度假方面 如果是一年出去一次 度假是这样 德国很怪 就是 他是寒暑假 放假的时候是最贵的 这是市场经济 那没办法 那么如果全家出动一次 一个礼拜到十天左右 肯定要两千五元 我说是坐飞机这样出去 住酒店的啊 然后呢 一年如果你出去两次就四千了啊 如果是一次两千 这是一笔 非常大的开支了 那么一家三口 这样算下来 每月最低最低的消费 还不 不寒度假的 每个月大概是两千九百五十 甚至到如果是在木铭 这样大城市 因为房租很高嘛 所以会达到四千三百五十欧元 然后呢 我从收入方面来说 如果是大概三十五岁左右的人 税前收入四千五百欧元 这样的话 然后拿到手 大概是三千零五十欧元 四千五是税前 然后拿到手的是三千零五十欧元 加上儿童补助金 每个月二百 也就呢 你们全家在这情况下 可支配的收入 大概是三千二百五十欧元 那么前面我说了 最低的消费 最低的支出是 两千九百五十欧元 到四千三百五十欧元 也就是说 你只可支配是三千二百五十欧元 这个收入的话 只能是中小城市生活 在木铭黑的话 你没有四千欧元的收入 你根本就无法养家 我看了这个结果 我自己就吓了一大跳 其实不管在哪里 生活都不容易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那下回见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 请在下面给我留言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给一个点赞 OK 拜拜